大陸的气球飞越美国领空 让白宫警铃大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绑路行程 也因此喊咖 但专家认为气球事件只是借口 学者更警告 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台湾也没好果子吃 传闻中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 更被外界视为将会是两岸关系紧张的导火线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只有两成三的民众并不欢迎麦卡锡访台 甚至有四成四的民众认为 台湾会沦为美国用来和大陆角力的棋子 这个是会严重损伤台海和平 以及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 而高喊和平保台的民进党 看到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会面大陆涉台高层 竟不是赞许破冰之旅 反而是攻击国民党爱化台湾 自己做不到 那么又不让别人做 别人做到以后呢 就把人家整个抹红 参与文总统上任到现在 两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都是民进党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 陆委会难辞其咎 在党痛批 这都是民进党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 陆委会难辞其咎 Coco声声喊说要和平 但和大陆交流却迟不不前 记者黄文娟许过好台北报导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TI444